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20年4月 BNB Chain社区发布了一份白皮书 改述了智能合约区块链如何与BNB Chain并行并做 并为其原生代币BNB引入质押 同年5月 Binance Smart Chain BSC启动了第一个测试网 开发区中心化程序的应用并使用权益成名进行共识 2020年9月 BSC智能链发布 BNB质押现已启动 2022年2月 BNB Chain正式更名为BNB Chain 意为Build and Build 那么为什么项目会选择搭建在BNB生态上呢 BNB Chain已经成为了表现最好的供链 我们的基础架构只在帮助新项目可靠安全地覆盖 下一批的10亿的新用户 BNB Chain将实现这一目标 因为它是唯一具有使大规模采用区块链成为现实的可融展性的基础设施 迄今为止 BNB Chain拥有最大的社区和用户 我们有超过416万的周火用户 369万的日均交易数 280万的全球用户 BNB是继BTC 以太坊USDT之后市值第四大的虚拟货币 我们生态上拥有1400多个不同的项目 并且BNB Chain可以为Builders提供无障碍的开发和迁移 BNB Chain的高效部署 这有助于开发人员更快速的部署高性能的Depth 它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 它具有极高的性能性 它支持主流的编程软件 语言 比如Solidity Go Java AndSwift 并且它具有EVM的兼容性 和高区块的Gas Limit 第二 BNB Chain是去中心化的代表 它使用BEP131的格式 拥有更多的验证者机 并且有更稳定和去中心化的验证者网络 第三 BNB Chain拥有极高的可延展性 支持跨链和多链的整合 第四 BNB Chain极具稳定性 它拥有BEP127的指示 临时验证器 高容量维护模式 并且减少拥堵 那接下来我们可以进一步聊一下 BNB Chain的主要架构 BNB Chain一 由以下几部分组成 BNB Beacon Chain BNB的信标链 用于BNB的链上治理 质押和投票 BNB Smart Chain 有名BSC 是EVM兼容的共识层 以及多链的极限器 BNB Chain BNB Chain的测链极用型PS解决方案 用于开发具有现有BSC功能的自定义区块和Dapps ZK BNB 将BSC扩展成为高性能的区块链 ZK Rule Up的解决方案 那么大家可能想问了 什么是BNB的代币呢? 那BNB代表Build and Build 建造和建造 除了为BNB链上的交易提供燃料 类似以太坊的Gas之外 BNB还充当着治理代币 拥有BNB使您拥有 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 这对于参与BNB Chain的 去中心化链上治理是必要的 BNB Chain Beacon Chain的特点 那信标链 具有大多数区块链的基本特征 它可以用于发收和接送 BNB Chain的数字资产 发行新的数字资产 我们有一个称为BEP2的标准 那它并且它还可以 铸造销毁 冻结解冻 锁定和解锁数字资产 Beacon Chain还拥有DEX 和特定于交易的功能 比如说它可以提议交易所上 上线交易队 为交易者创建挂单和吃单 使用原子交换 BEP3列出来的其他链的资产 Beacon Chain还实现了新功能 比如说预值签名 多重签名的替代方案 和智能合约的测链 BNB智能链 它是一种创新的解决方案 可为Beacon Chain带来 可编程性和互相操作性 BNB智能链依赖于一个 由26个活跃验证节点组成的系统 这些验证者的话 具有权益证明POSA的共识 可以支持较短的出块时间 和较低的费用 质押最多的验证者候选人 将成为验证者并且生产区块 为了保证安全性稳定线 和链的最终性 除了这26个活跃的验证者外 BNB智还将引用更多的验证者 例如23个并不活跃的验证者 他们作为备份进入验证者的合集 并将成为候选者 那候选者将在BSC的主网络上 生产器块并收取GASB 但当与其他的26名官方验证节点相比 这种机会要小得多 不可用的候选人也将被削减 但规模较小 预计保持良好的动机 以便候选者可以参加并确保 他们对BSC的共识 在极端情况下 如果26个活跃的验证者中 大多数受到了攻击并且离线 候选者节点可以向信标链举报 成就的阻塞 并且恢复他最终提议竞选为新的 活跃的验证者 BNB智智能链支持 与EVM兼容的智能合约的协议 由于互相操作性的原生支持 跨链传输和其他运用性标链成为可能性 这种双链结构将非常适合用户 利用一侧的快速交易 并在另一侧建立他们的去中心化的应用 BNB侧链 BNB Sidechain是在BSC生态系统中 创造侧链的框架 它是一种基础设施 可以帮助开发人员和节点运营商 构建和运行他们自定义的区块链 作为他们内部的价值系统 并为大量的用户提供服务 同时仍为BSC保持亲密的联系 BNB侧链的主要任务 是帮助任何项目开发者 能够部署及具有其特点的 验证节点的区块链 但仍旧连接到BSC基础设施 验证器可以运行比BNBchain更少的验证器 具体取决于BNB侧链的部署者 这些验证器的话 可以有应用程序所有者 或者任何社区利益相关者运行 为BNBchain的测链 带来更多的灵活性和去中心化 我们可以正式地宣称 BNBchain是一个轻量级的框架 可以在其上搭建 简单但非常实用的区块链项目 开发人员和团队可以创建 自己业务归属和 简单经济模型的区块链 最重要的是 它们可以扩展到 BNBchain的现有功能上面 那什么是ZKBNB呢 ZKBNB是建立在Zero Knowledge ZK Roll-Up架构上的机构 ZK Roll-Up是一种Layer 2的解决方案 其中所有的计算和状态 都在链下完成 即在侧链上 但与ZK Roll-Up一样 ZKBNB能够将数百个交易捆绑 或者汇总到链下的单个批次 或者汇总总区块中 并生成加密证明 它可以证明Roll-UpBlock中 每笔交易的有效性 它确保所有的资金都在BSC上 而计算和储存 在BNB测链上同时进行 它成本更低 速度更快 此外 由于使用了ZK-SNARK证明 ZKBNB和BNB智能链 具有完全相同的安全性 目前 ZKBNB实现了以下的功能 第一 它与Layer 1的安全性相同 第二 它可以无分地在Layer 1和Layer 2之间 进交互 第三 它有内置的即时的AMM 即自动做事商交换 第四 它有内置的NFT市场 第五 它可以更快地交易 和具有更快的确定性 第六 ZKBNB上的GasBib可以是BEP20 或者BNB费用最多可以低至10倍左右 第七 它是BSC的全退出 如果用户觉得自己的交易 受到了ZKBNB的审查 可以随时申请退出 这意味着用户可以随时 自由地提取它的资金 那这一部分的话 我们技术团队的小伙伴 会在之后再为大家进行详细的介绍 咱们针对希望在BNB券上 进行开发和搭建生态的小伙伴们 我们提供了以下一系列的支持 和项目的方案 首先我们有一个叫做 AvengerDot的项目 它是一个保护用户 免受BNB车链上可攻击 诈骗恶意行为者侵害的一个社区 那因为BNB车是当今最大的一个公链 和以太坊Polygon等其他公链相比 我们的活跃数量是其他的三倍 那我们相信社区越大责任越大 我们需要联合所有生态系统的合作伙伴 来创建一个基于社区的系统 来保护我们的用户 那我们的目标是 保护用户免受于经济损失和恶意合约 阻止恶意的行为者 提高生态系统中的安全意识 并且通过为安全实践设定行业标准 来加强对DLT的进一步的采用 并且我们的团队可以为大家在Discord 提供24小时的全天候技术支持 我们拥有强大完善的资料库 和生态合作的小伙伴 那既然聊到了生态合作 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 除了Avenger道合技术支持以外 我们还为我们生态的伙伴 提供了一系列的支持 比如Builders Grants 开发者奖金 Growth Incentive Programs 增长激励金 Tri-Blazer Program 先驱计划 Ecosystem Partners 生态联盟 Advisory from B&B Chain Experts 咨询服务 Marketing and Developer Support 市场和发展协助 Ecosystem Hiring 生态的招聘 Developer Starter Pack 开发者新手包 那接下来我问大家 详细介绍一下以下的支持 首先开发者基金 是为了在授权建设者 在B&B Chain上成长的 高达5万美金的一个拨款 那除了财务支持方面 我们还提供了商业化的支持 与其他生态系统小伙伴的合作 并且有专门的咨询团队 那资助的类型分为两块 一块是一般资助 那是针对所有类型的项目开放的 我们还有类别拨块 是针对不同重点的领域 每一个月进行的一次更新 Growth Incentive Program 增长激励金是支持于不同成长阶段的一个项目 使得他们能够获得新用户 扩达运营规模 并且实现指数增长的一个活动 那它可以返还部分或者全部的Gas fee 激励项目方增加每日的日活用户 先驱计划它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有一个MVB加速器计划 那是我们BNB Chain和Binance Labs之间 专注于BNB Chain的一个加速器 那它通过指导投资和网络支持 帮助项目更有效和更有机的进行发展 那下面就是欧洲创新浮化器的一个计划 是专门为Web3出创公司设计的 为期三周的线上课程 为项目方提供长期支持 包括资源、培训和初创企业的联系 最高可赢取高达5万BUSC的奖金 那它分为四个指导方向 第一是指导 向最好的建设者和行业领导进行学习 其次是资金 在早期可以获得一部分的奖励资金 第三是社区 通过我们的社区可以接触到它的用户 第四是一个完善的生态系统 利用B&B Chain活跃的生态进行曝光和进一步的支持 Ecosystem Partnerships 生态联盟 它是拥有审计、infra、钱包和1400多个apps的广泛应用网络 我们定期会举行生态系统的反馈会议 那我们会进行一系列的活动 包括联合技术支持 确定所需的基础设施工具和协助介绍Ecosystem的小伙伴们 咨询服务的话 它有三大块 第一是代币经济学的一个咨询 第二是infra的技术支持 第三是360度的一个技术检查 除此之外 我们还提供非常强大的marketing和developer support 主要提供在以下几点 首先可以与B&B Chain的团队进行定期的AMA 通过Twitter Space、YouTube和Binance Live等渠道 参与Web3社区并扩大项目的影响力 其次 我们有一个Monthly Startups的颁奖和评选 那有助于提高项目的意识 增加新型和创新的depth的曝光率 并且我们会制定相对应的活动的支持 专门的AMA、Twitter Retreat的支持 并且会在我们每周的一个Ecosystem Report中进行报告 另外 我们有强大的KOL系统 可以扩大项目的曝光度 第四 我们有定期的Twitter空间 立志于培养一个定期收听的听众社区 以了解相关的Web3的资讯 Ecosystem Hiring 生态招聘网络 那通过打通生态和合作伙伴的招聘平台 搭建和完善人才的资源库 最后 我们拥有一个叫Developer Starter Pack 开发者新手包的项目 那我们与生态合作伙伴为初创项目 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包括审计、云储存、Dow Tooling、DID 支付解决方案、Infra和链改服务、钱包服务和预言机的支持 那除了这一些外 我们BNB Chain拥有最大的Retail用户群体 以及一系列针对社区的活动 比如C罗冠名的线上campaign 全球各地举办的Meetup 以及在各大知名高校的讲座 欢迎大家加入BNB Chain生态和我们的大家庭中 那如果您有正在做的Web3项目 并且已经在或者希望在BNB Chain上搭建的话 欢迎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那我们的团队会在搜集到您的基本资料以后 及时的跟您取得联系 谢谢大家的支持和观看 谢谢大家